得知池塘有漏洞后不穿防护服就直接往里面跳 这恐怕就是赵一博能靠种地把自己种上央视的原因吧 这天赵一博原本还想利用自己功课生的知识积累 给后斗门添点提高务农效率的高科技设备 没想到节目组工作人员突然带来了一则噩耗 这可把赵一博这位龙虾糖的负责人急坏了 他立马就起身直奔池塘看看到底怎么个事 真正看到现场情况之后 他发现这比自己想象的还要糟糕 一转身他甚至还在池塘边的水区里看到了逃出去的小龙虾 这下赵一博是完全来不及多想了 等把逃出去的小龙虾重新抓回池塘后 他下水专用的防护服都懒得穿了 直接脱掉鞋袜就往池塘里钻 就在赵一博想尽办法试图用沙包堵住漏洞时 他就亲身体验到了下水不穿防护服的后果 小龙虾在夹我的腿 不过他一直叫痛 人却完全没有出池塘的意思 此刻的他唯一想做的就是尽快堵上洞口 不让养了好久 终于可以拿去卖的小龙虾溜走 就这样赵一博从白天堵到了黑夜 等有其他农活要忙的兄弟们紧急赶到龙虾堂食 天都快黑透了 而兄弟们赶到后干的第一件事 就是赶紧接赵一博的班 让他先回去换身干净衣服 哥几个也是有忙真帮啊 终于把赵一博劝回去洗澡收拾后 他们又是找来抽水机抽干水渠的水 又是拜托村里开垃圾的大哥 来帮他们重建鱼塘 最后经过大家获得一起努力 总算是把龙虾堂修好了 在干农活这块 十个晴天是认真的 谢谢大家